啊, 手单的没有, 手单的没有 我一没地单 他一没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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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地单 这就是省城外卖的现状, 一个单都没有 哈喽文文, 今天是我跑外卖第二天啊 昨天因为一个特殊原因, 被美团那边扣了五十块钱 第一天送外卖太着急了, 也要不小心点了那个第一天送的 现在我在美团中包上, 数字变成-15块 我现在一直在刷新这个单, 几乎都没单出来 只是大家都是越来卷外卖了 给你们揭露一下现在上海用人单位有多离谱 今天我去面试, 他们开出的条件, 我听都听不下去了 我就拿出了手机偷偷的录了一段, 你们听一下, 一定要听到最后 看他们给我开出了多少钱的工资 休衣, 早上十点到晚上九点 我想再确认一下, 就是我的工作的具体内容 主要的工作就是拍摄和剪辑, 有时候会帮领导开个车什么的 去送一下人什么的 还有我们这儿, 保洁也是六休衣, 你们是错开修的 他不上班的时候, 你要负责店里的卫生 就是往下巴一会儿, 其实也没多少活啊 那现在咱这边的绩效怎么, 就是怎么算的 我们对每条视频涨粉多少粉丝没有要求 我们看的是转化 我们的绩效就是每条过万点赞的视频是给到一百元 两万点赞是两百, 依此类推 点赞一百以下的要扣五十元, 点赞一千以上的不扣钱 每个月起码要有三十名以上通过抖音来店里的顾客 并且承担, 承担价也要在五百以上 那现在我们做这个视频的团队有几个人 每天就是要出多少视频 只有你一个人吗 刚刚你说的文案脚本拍摄就是你无论完成的 每天起码要两条优质的视频 还有就是拍摄的设备 要你自己备, 我们这里给你提供电脑 拍摄的设备要在一万五以上的 给你聊这么久, 我感觉你可以试试 这个我明白了, 但是我们的工资是多少 工资的话是六千, 试用期的工资是八折 大八折, 然后三个月的试用期 怎么样, 听完了你们会来吗 一个月工资六千, 试用期八折 八折就是四千八 四千八扣掉社保, 也就是四千块钱左右 四千块钱你要做的工作就是 拍摄、剪辑、文案、脚本、司机、保洁 现在美的已经把订单 全部转到越南、印度这种国家做了 像我们这种传统型机械加工厂 基本上都没有活干了 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看看这个场景壮观不 人这么多, 人比单多呀 有的人几个小时没开张 太难了, 这样下去的话 估计很多人连饭都吃不起了 但搞啊, 今天第二天 看到这种情景搞的都没劲了 哎呀, 我也想躺平了, 躺不平了 扮得太人了 兄弟们啊, 失业了 作为八年后啊 整理很悲催 上又闹, 下又笑 现在连工厂都进不了 怎么办 兄弟们, 各自调明读 接下来我该怎么走 别找了, 谈平吧 现在真的是没有产 中介都谈平了 中介手里都没有产 像龙华企业站那么的中介 演了那么多业务员 他们的业务员 大部分都放假了 就算有那么几个产 都是黑产, 垃圾产 13块, 14块, 15块, 16块 三半年, 谈平 下半年 再来挑战高公价 今年比较猛脱颖而出的 就是广东那边的老板 今年不是不被各位弄死 就是要弄死各位 机关下掉三毛钱一米 如果你量够大的话 废料你都可以拉走 如果后面供需够多 机关可以免费 折弯一毛八分钱一刀 如果你量够大的话 一毛钱也可以接 广东现在86年的进产 已经不要了 过来干学徒 26天10小时2000块 叶帮干净